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这一握手代表520后国共延续交流平台 确认九二共事的基础 但是国民党更进一步 希望能成为民间沟通的第二鬼管道 我们不会去取代或扮演海基会的角色 因为那是一个公权力的代表机关 但是我们会以一个民间的身份 来架构起一个国共沟通的机制 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一番话有玄机 虽然否认国民党会取代海基会 但是又说了官民界限由国共来定 言下之意要跳脱民进党执政国民党所受的局限 此话一出国民党立委纷纷赞下 国民党当然没办法取代海基会 这是我要再次说明的 但是我们愿意来协助所有有助于两岸和平 跟两岸互动的这些大小事情 海基跟海鞋完全没有办法对话 那政府跟政府之间也没有办法对话 所以才需要另辟民间这样的一个管道 国共管道若成 对洪秀柱的主席连任之路也颇有帮助 但是学者认为整场红席会还是习近平对内宣传的意味较大 有媒体报道习近平还趁闭门会谈时脱稿说出 如果不处理台独 中共会被人民推翻 引起绿营立委反弹 中共政权会不会垮 跟台湾有没有台独 不会直接的关系 我觉得我们家的事情我们管好最好 你管好你们家的事情 你们的人权经济各方面 你们的政权要向你们的人民负责 台湾的政权要向台湾的人民负责 就这么简单 红席会中间习近平接待的规格 中间中国的央视有没有直播 人民日报相关的传媒有没有大篇幅报道 会后有没有交换礼物 有没有一个家宴或是有没有一个设宴款待 就可以看到事实上 这个部分都是红秀柱主席 让中国大陆那边秤金秤凉的 绿营立委认为红秀柱此行 有没有实职收获还未可知 看似以高规格接待 但是可能只是形式 即使红秀柱已经回台 国共一家亲的气氛 还是带给执政当局 恢复两岸交流的压力 有电TV 林伟旭 吴承翰 陈亚瑜 台北报道